各位觀眾,大家好 來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請來我們的分析員 高級分析員,丸子希 Harry,你好 你好 Harry,這節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但我率先知道梁小姐想問哪隻股份 梁小姐想查詢880澳博 但我們不知道它有沒有持有這隻股份 澳博的話,最近豪島股好像仍然有潛在風險 大和最近都發表了一個報告 就是目前預期澳門六大賭牌最終可以順利獲得 不過就說不可以忽略它們逐排風險 你覺得蠔賭股來說,80這隻股份前景是怎樣 我希望梁小姐你沒有買 但如果你買了的話,就要看緊一點 我覺得從澳博來說 其實你見它的股價不斷倒下去 破了位置下來,其實都不太對勞 每個星期大行都會出一些報告 他們正在調查,頭二十天的六月的薄彩業收入 都跌得很厲害 他們在統計上估計,今個月的薄彩業收入 可能跌到39% 這是一些近期的新低 股價很自然 其實很多股都倒下來了 所以澳博來說,還要面對問題 剛才Tracy你不是說的 逐牌風險 逐牌的問題 其實市場上是有些風傳 可能會再加多個牌 所以你進入多個牌 多個香爐,多個鬼 所以問題是競爭 都可能會有些加劇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現階段,我駁你看一幅圖 其實加力觀眾未必需要聽我這麼多 你都知道什麼事 一直這樣倒下來 未完全跌定 所以如果梁小姐你本身是有課 現在不太知道怎麼算的話 我建議你跌到這麼低 可能會有機會有一個技術性反彈 你趁其技術性反彈 譬如上去9.2、9.4 你忍痛都要止蝕 因為整個行業未這麼快復甦 如果你是未買的 我建議你不如看一看 澳博來說 我會覺得就算整個豪島業復甦 錢都會流入金沙或正銀園 澳博是很後期 見到整個豪島業復甦後 然後升了所有股份 大家追落後才會買下去 所以形勢上是比較麻煩 如果說豪島股 短炒的話 哪個可以留意 短炒的話 可以駁27日 但是看價位不是現在買 現在你想像 譬如7月1日有假期 7月2日回來 你們會知道澳門的 剛剛月的博彩業收入 可能如果大行預測是對的 一中豪島股會倒下去 你倒下去 27日 看看會不會穿33元 你博一個樓底 趁它 本身有個技術性反彈 博一兩元 所以 豪島股而言 只疑是一個炒反彈居多 本身基本面上 我需要一些時間去觀察 有一兩個數據 給大家信心 資金才敢湧進去 明白 其實除了剛才 Harry所說 多個香爐多個鬼的因素 還有大行都擔心 可能政府發牌的時候 都會增加稅和續牌的費用 而且都不是說 你現在原有有牌照的話 我一定要給你 有些是可能 你現在有牌照 我都可能收回牌照 最多就經營去到 2018年 就不能再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這些因素風險 都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就是 我們回答一些電郵問題 電郵方面 就有Grace Pan 她想問一下 一隻6030的中信證券股份 34個月買入 請問前景如何做 怎麼可以指價一下她 6030來說 我看到一些券商股 近來的股價 都叫做穩定一點 32元多些去買了的話 6030就不需要太擔心 之前就見她很大截仰有配股 又引了很多的投資者進來 總結來說 其實6030先一陣的配股 她配合了三百多億回來 我又不覺得 你集成三百多億 全部是用來做孖展 應該會有些動作 所以我覺得 6030來說 你不妨先搜尋它 接下來看看公司 會不會有些動作 對股價上來說 應該會有些幫助 好 可以繼續看著這隻股份 另外和Harry 聊聊今天公佈了業績股份 1314翠華控股公佈了業績 全年度的順利1.57億 升了1%不夠 0.88% 抹期息會派六仙 Harry 其實這個業績 你收不收火 覺得怎樣看呢 這隻股份 表面上來看 其實都已經一般 我用最低層次的角度去看 純利升了0.4% 其實現在的股價 你在做23倍PE 相當昂貴的股值 當然 你說本身 1314這隻翠華來講 它有它的業務獨特性 你要找港式茶餐廳的股份 香港只有一隻 而且聲稱它自己是 奶茶是最好喝的 當然 觀眾有你自己的定段 究竟它的食物是怎樣 質素是否下降下來 很多時候都有這些 本身的評論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一些食物 好不好吃 或者奶茶好不好 其實對於翠華來講 除了我們評論的業績之外 很經常性 我們都需要知道這件事 它本身集資之後 很大力發展內地的業務 今次這份業績 是給了少少成績 大家可以看到的 但是那個增長力度 就見到很明顯 就被一些租金成本 或者人工 是有少少殘值在那裡 所以翠華來講 今次這份業績 因為那個順利 就完全交不到功課 所以我覺得 你說是不是股值很貴 而令到股價大跌 我未必覺得這樣是 始終它有一個業務的獨特性 而且它依然是打正 港式茶餐廳發展內地的一個股仔 但問題是 如果你說股價要上 或者接下來業務要做好些 始終在成本上 要做多些事情 究竟它會不會做多些 例如中央廚房的動作 又或者本身在業務的成本上 做多些事情 這方面就看一看 我想集團管理層 會來做一做 press coin 大家留意一下 股價暫時來看 我覺得業績未必刺激到 暫時可能會走個橫行區間 機會比較大些 繼續會在2.59這些水平 2.6這些位置橫行 但你覺得它未來會 可能press coin說 它改變了一個策略 側重回內地發展的話 會不會對它有些改觀 1314 說真的 要發展內地的市場 所以我看成功機會 又或者可以業務特為的機會 我會抱一個很觀望的態度 你都想到 其實我都是一般的 因為以往我們看到 內地其實 如果你計算大城市 上海或者北京來說 其實是有這些港式茶餐廳 但問題是 始終打入內地的市場 面對競爭都相當激烈 因為不只是港式茶餐廳 奶茶和奶茶去比較 問題是 如果你到上海或者北京 民眾的口味上來說 其實是很不同的 所以其實你可能是 相比什麼呢 可能是上海小南角 或者其他一些食物的競爭 這方面你想到的競爭相當激烈 特別是茶餐廳的行業 如果我們用快餐店的模式 去比較的話 快餐店特別是大快活 大家落入去中國 都搞不定的 所以你說翠華 是不是可以一枝獨秀 走進去就搞得定呢 這個我就會抱著一個很觀望的態度 所以股值上面來說 其實現在我覺得挺貴的 你不要看股價好像跌了很多 你計算那個市盈率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評估的話 其實股價就不是這麼便宜的股份 所以我就建議 業績都出來 又沒有什麼驚喜因素的話 不如觀望一下這隻股份 會比較穩陣一點 OK 其實它的開店的速度 NATNAT來說不算太快 一年來講只增加了一間分店 那麼可能繼續觀望 接下來有什麼對策去改善業績 好了 和Harry講到這裡 和你做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謝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 還有問答環節 繼續打電話來和發電話給我們 等下 現在 下個邀請 其實 你節目